美国军方完成了中国间谍气球的回收工作 还会交给联邦调查局分析 而本国国防部就公开了该气球的航线 气球等飞行物就引白了对北境安全的担忧 庞希林在报道 本国国防部官员今天首次向下议院国防委员会 披露中国间谍气球被击落前的航线 自气球在重新进入美国领空前 1月30日至31日期间 曾非法进入本国领空 气球从阿拉斯加地区下缸到浴空地区 和比斯省中部接近瓦省边境 飞越的地区有加军的基础设施 但气球航线上没有重要的基础设施 有政客和研究人员表示 近期被发现及击落的四个飞行物 都突显了要加强本国北极安全的必要性 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多个国家 对北极地区的兴趣增加 本国以外的国家都增加了在北极的军事存在 而本国长期未达到北极国防开支 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二的目标 亦交依赖美国官方 美国官方今天宣布 已经成功完成击落气球的回收工作 包括所有传感器和电子设备 以及气球本体结构的大部分 之后会送去联邦调查局FBI进行分析